她每天早晨都要去庄园里 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 闲暇时去逛个展或者参加个舞会 这就是19世纪欧洲白富美的日常 她是英国农村首富的女儿 年仅20岁就成了这个豪华大庄园的唯一女主人 她聪明 漂亮还有钱 思想也相当先进 从5岁起就决定终生不婚 在那个年代 要是20多岁不结婚 都要被称为没人要的老姑娘了 殊不知她才是人间清醒 她说只有穷困潦倒的老姑娘 才会被人嘲笑 而有钱的不会 她会成为一个富有的老姑娘 她叫艾玛伍德豪斯 是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艾玛的女主》 这部200多年前创作的小说 女主人公的思想却超越了很多现代女性 也因此饱受争议 奥斯汀本人都说 艾玛是一个除了我谁也不会喜欢的女主人公 今天就来看看这个故事 到底说了什么 艾玛两岁时母亲早逝 父亲和姐姐却非常宠爱她 艾玛度过了没有阴霾的21年时光 最近她的家庭教师泰勒小姐要出嫁了 艾玛和她的关系情统母女 父亲非常舍不得泰勒小姐离开家里 因为艾玛的姐姐 在七年前出嫁离开的家里 父亲从那时就变得格外的多愁善感 她怕这个家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 艾玛也在那时决定终生不婚 永远陪伴在父亲身边 可是她的脑子里却充满了桃色幻想 她喜欢做媒婆 给朋友找对象 就连老师的婚事也是她一手促成的 老师原本也立志终生不婚 艾玛却把她介绍给了同村的绅士维斯顿先生 没想到两人就看对眼了 这一桩成功的说媒让艾玛沾沾自喜 从那以后她更喜欢给贵族先生小姐们牵线了 没多久 艾玛就找到了一个新目标 寄宿学校来了一位新生 她叫哈利叶特 据说是一位私生女 因为小叶的神秘父亲 提前交了充裕的学费和住宿费 艾玛觉得她说不定也是哪位贵族的女儿 她迫不及待地把女孩请来家中做客 小叶天真淳朴 却从没读过书 甚至不懂得餐桌礼 这让艾玛更怜惜她了 艾玛和她成了好朋友 决心要为她找一位如意郎君 其实小叶已经有喜欢的人 她和同村的富农马丁两情相悦 马丁的家人们也很喜欢小叶 艾玛却对农夫不满意 她觉得对方太粗俗 认为只有文雅的绅士能配得上她的好朋友 小叶极其崇拜艾玛 所以她盲目地听从了艾玛这个恋爱小白的意见 开始了寻爱之旅 艾玛为她找的第一个对象是村里的牧师 她为人英俊风趣 受人尊敬 而且她还很会说话 几天后 艾玛要为小叶画一幅肖像 特意把牧师也请来家里 牧师夸赞小叶的美丽 又夸赞艾玛的画工 小叶显然也对牧师有点动心了 最后牧师还主动提出 要为他们装表这幅画像 牧师的奉承和热情 让艾玛更坚定自己的想法 相比于艾玛的兴奋 在旁看着这一切的奈特利却很不安 奈特利是艾玛姐夫的兄弟 她也经常来艾玛家里 和艾玛是一师一有的关系 她把艾玛要撮合小叶和牧师的事情告诉农夫 农夫也当机立断写了一封信 向小叶求婚 小叶高兴又慌张 她想答应这场婚事 于是来询问艾玛怎么写回信 艾玛的心里可不赞成这起婚事 为了合理化自己的想法 她说 小叶一下就明白了艾玛的意思 虽然她喜欢农夫 却觉得艾玛说的都是对的 她以为艾玛比自己大两岁 更懂得爱情和男人 于是她心碎地拒绝了这场求婚 奈特利知道这件事后 彻底生气了 她责怪艾玛在棒打鸳鸯 因为小叶只是个私生女 在那个看重家世的年代 能找到一个爱自己 且身份地位高于自己的人 已经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更重要的是 她知道牧师有多高傲自负 根本不可能爱上一个 身世不明的傻姑娘 艾玛却觉得她态势快了 在她心里 她的闺蜜配得上任何一个好男人 白富美给闺蜜找对象 结果男人爱上了自己怎么办 男人趁着酒醉 扑倒在她身上告白 一开始 艾玛还以为她认错人了 牧师却直接告诉她 她一直喜欢的都是艾玛 因为艾玛很热情地撮合她和小叶 牧师就以为艾玛也对自己有好感 艾玛拒绝了她 没想到牧师直接恼羞成怒了 艾玛乱点鸳鸯鸯 只能向闺蜜道歉 小叶嘴上打着哈哈 其实她的心都碎了 而牧师呢 在被艾玛拒绝不到两个月 她就和隔壁镇上的一位爆发户的女儿结婚了 在聊天的时候 女人一直在炫耀家里的马车和庄园 艾玛听的耳朵都痛了 不久后 小叶又遇上了初恋马丁 她因为拒绝了马丁的求婚 而羞愧逃跑 屋外下着大雨 马丁依然关怀她 让她小心避雨 而艾玛看着这对有情人也有点愧疚 不过她还是坚定自己的想法 绝不让闺蜜嫁给一个农夫 她答应帮小叶找一个好男人 强硬的要求她不要再见马丁 以免触景伤情 春天到了 艾玛遇上了贝茨小姐 还有她的侄女姐 贝茨小姐是村里的老姑娘 她家境贫寒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男人结婚 所以她直接不婚了 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痴呆的老母亲 而她的侄女姐也因为家到中落 寄人篱下 因此 简也养成了安静的性格 艾玛邀请贝茨小姐一家 来自己的庄园里共进晚餐 在晚宴上 他们聊起了维斯顿先生的儿子 弗兰克 维斯顿先生和艾玛的老师结婚了 弗兰克却没有回来 参加她父亲的新婚宴 据说她在照顾自己重病的舅妈 艾玛也对这个神秘的弗兰克很好奇 贝茨小姐插嘴说 简和弗兰克有过一面之约 艾玛就询问她 弗兰克是个怎样的人 简却特意避开了问题 说自己和对方没怎么接触过 艾玛也只能就罢 晚宴后 艾玛和简都为大家演奏了一曲 没想到简的家境这么贫困 却能弹得一首好钢琴 因为艾玛的年纪和她相仿 大家都认为 他们能成为最好的朋友 艾玛的心里却不这样想 她其实有点羡慕和极度简的才华 在简回来的几天后 弗兰克也终于回到了镇上 她和艾玛想象中的一样高大英俊 而且还和艾玛很投契 艾玛有点被她迷住 维斯顿夫妇也有意撮合他俩 因为弗兰克的舅妈 要求弗兰克找一位同样富有的 能当户对的姑娘 才允许她继承遗产 无论是在外表还是家事地位上 两人似乎都天生一对 弗兰克答应为艾玛举办一场舞会 说来也是奇怪 在舞会前 有个神秘人送了简一架钢琴 简很喜欢弹琴 大家都很好奇 这个有心人到底是谁 艾玛和弗兰克也聊了起来 她询问弗兰克关于简的事 弗兰克的回答和简一样滴水不漏 他们似乎真的不认识 艾玛觉得简的钢琴 应该是之前救过简的一位军官送的 她的心里总是有着各种桃色幻想 维斯顿夫人却说 这架琴是艾玛的好友奈特利送的 因为奈特利主动借马车把简借来宴会 而且现在还得简伴奏 她觉得奈特利一定是爱上简了 艾玛明明最爱柯CP 可是看着眼前郎彩女帽的场景 她的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 两天后 弗兰克举办的舞会终于开始了 弗兰克主动邀请艾玛跳第一支舞 在场的所有年轻绅士和淑女 也一起来到舞池跳舞 小叶却被独自撇在一旁 虽然艾玛把她带进了上流社会 可是没人愿意邀请一位私生女跳舞 维斯顿夫人想让牧师邀请小叶跳舞 牧师却以已婚男人的身份拒绝了 她还记恨着艾玛 小叶委屈得心碎了 艾玛也有点不知所措 幸好真正的绅士不忍心看淑女落泪 奈特丽主动去邀请小叶跳舞 看见高兴起来的闺蜜 艾玛也放心了 这个顶级白富美人美生甜 却有一个奇葩爱好 她爱嗑CP 最喜欢给好朋友做媒婆 她可以不结婚 但是她的CP一定要结婚 所以她在该结婚的年纪里不谈恋爱 反而爱给朋友找对象 这一天 她的闺蜜小叶被一群吉普赛人袭击了 幸好路过的绅士弗兰克把她救了下来 因为小叶崴脚了 她还极具风度地把小叶一路公主抱进屋里 看见小叶亮晶晶的眼睛 艾玛也很兴奋 她其实对弗兰克也挺有好感的 但是闺蜜喜欢 她愿意把这个好男人让给闺蜜 所以她决定撮合弗兰克和小叶 她邀请大家一起去伯克斯山远足 可是在那天 她却做了一件错事 当时的气氛有点沉闷 弗兰克就提议 大家轮流讲笑话来热热场子 老姑娘贝茨小姐开玩笑说 自己能脱口说出三件糗事 她是一个特别唠叨的人 艾玛忍不住嘲笑她 她觉得自己在开玩笑 可是在旁人看来这句话一点都不客气 贝茨小姐被伤透了心 她家到中落 一直没结婚 一个贫穷的老姑娘 日常就容易遭遇别人的嘲笑和恶意 艾玛当着众人的面奚落她 让她的处境变得更尴尬了 因为这个不愉快的插曲 聚会提前结束了 奈特利先生怒施艾玛的骄傲自负 虽然她看着艾玛长大 知道她没啥坏心思 可是她这一次 是实实在在地伤害了别人 她希望艾玛能向贝茨小姐道歉 作为村里首富的女儿 艾玛从没受过委屈 也没向任何人道过歉 可是奈特利的话 也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刻薄 于是她鼓起勇气 带上最喜欢的鲜花 向贝茨小姐道歉 幸好贝茨小姐原谅了她 也就在这时 艾玛得知了一件 更让人震惊的事 弗兰克竟然私底下和简订婚了 弗兰克的舅妈家财万贯 却没有孩子 弗兰克年幼时就过季给了舅妈 舅妈要求弗兰克 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 才能继承遗产 弗兰克却阴差阳错地 爱上了家境贫穷的简 两人一直在秘密恋爱 所以弗兰克才会在明面上追求艾玛 舅妈一走 她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和简的喜讯 艾玛为自己的好友难过 她以为小叶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弗兰克 小叶却无动于衷 因为她动心的对象不是弗兰克 而是奈特利先生 原来奈特利之前在舞会上为她解围 主动邀请她跳舞 小叶就对她动心了 而且她觉得奈特利先生也对自己有好感 原来的她根本不敢妄想这些 是艾玛给了她勇气 让她觉得自己值得被一个绅士喜欢 艾玛却感觉到痛苦 她不想撮合小叶和奈特利 之前她嫌弃小叶初恋男友的身份 硬是把一对好情侣拆散了 奈特利看不惯她的做法 才会一直弥补小叶 希望能重新撮合她和初恋 所以她明白 奈特利对小叶没有丝毫男女之情 她尝试着跟小叶说出这个真相 小叶却不愿意接受这一切 她太痛苦了 她觉得艾玛欺骗了自己 觉得艾玛认为她配不上奈特利 最后她自顾自伤心走了 而艾玛也陷入悲伤中 在庄园里 艾玛遇上了奈特利 奈特利看见她脸上的泪痕 以为她是因为弗兰克而难过 所以她安慰她 指责弗兰克不是个好东西 艾玛也误以为她在嫉妒弗兰克 因为她误以为 奈特利爱上了弗兰克的妻子姐 两人都颇为伤心 奈特利终于破罐子破摔 向艾玛告白了 原来她一直喜欢的人是艾玛 而艾玛的心也蓬蓬乱跳 甚至激动地流下鼻血 因为她发现自己也爱奈特利 她很想和奈特利在一起 可是她实在不想伤害小叶了 奈特利决定去找小叶的初恋农夫马丁 但是艾玛长大了 她决定要自己承担责任 她带着一只鹅向马丁赔礼道歉 她为自己的刻薄道歉 希望马丁能和小叶再谈一次 因为她知道小叶和马丁都还对彼此有感情 于是马丁鼓起勇气 再一次向小叶求婚了 而这一次小叶终于答应了 她发现自己还爱着马丁 答应求婚后 她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艾玛 因为她依然把艾玛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 她还告诉了艾玛一件对自己很重要的事 她的神秘父亲原来是一位木匠 下一周将要来这里见她 经历了这一桩事件后 艾玛也成长了 她放弃了终身未婚的想法 答应了奈特利的求婚 因为奈特利尊重她 愿意为了她离开自己的庄园 和艾玛一起照顾年若衰老的父亲